我這邊有一張圖 這是我們台灣民眾 長期都看過的照片 每一年時間到了 我們的馬先生 他就會到桃園的池湖去葉林 他會流眼淚 我們常想說 為什麼這麼容易掉淚 掉淚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掉淚的原因 是因為感念孫中山的遺志 希望繼續能夠捍衛 國民黨長期反共的精神 去照顧世界人權 那我們覺得這樣的眼淚流下去 是有價值的 因為他是繁星 可是如果那個眼淚流下去的意義是說 對不起 總理先生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打不贏 我在中國打不贏共產黨 我到臺灣 臺灣不能得到臺灣民眾認同 那就真的是可悲 真的是讓人與他掉淚了 現在在南京 這張圖片又出現了 各位 在南京說 孫中山對中國做了很大的貢獻 我們也許承認 可是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孫總理說的是什麼 是三民主義 孫總理追求的是什麼 是世界大同 可是現在你攜手共布的中國共產黨做了什麼事 他們最近他們的國家領導人才跑到俄羅斯去 他們共同去面對什麼 面對全世界不能夠建榮的 違反普世價值的殘害烏克蘭的民眾 所以這是非常大的事情 這件事情不是只有臺灣覺得蒙羞 全世界都覺得震撼 為什麼一個曾經是這麼反共的國民黨總理 他所一手提拔出來的後代子孫 會做出這些違反普世價值的事情 我要講的是 我們常講說 斯德哥爾摩政後群 各位 那代表是什麼 受破壞的人因為懦弱 因為害怕 所以跟你的敵人說 對不起 是我錯了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 在臺灣的桃園 你低頭 你流淚 我們可以接受 可是在中國 在南京 你這個行為不值得同情 我們要說的是 臺灣人要有自己的價值 我們要跟世界說 我們還是捍衛人權的 我們還是重視人權的 我們要支持烏克蘭 在這個過程中對於世界的堅持 我們要相信所有的友邦跟臺灣 是站在對的方向 至於這一次的南京型 中國型 所造成的這些 我們說的 不能足足的事情 就到此為止 我們看看 馬英九仿宗祭祖 中國網友酸爆了 講得很難聽 其實他畢竟是我們的前總統 看到中國網友這樣罵他 我真的心很難過 你不要去 就不會受到這種侮辱 你受到的侮辱 也許你覺得你無所謂 我們臺灣人民很重視 因為你畢竟還是我們的前總統 你被罵 我們好像也被罵一樣 你看看 一個前省長而已 多的是都在公園裡面散步 說他那麼省長很多啦 前省長都在公園散步啦 少給他畫面 漠視他 臭藥飯的 而且還是個偽君子 招殺手啊 也沒幾個人接機 哇 我說我忍不住 再給大家看看 連戰接機的這麼多 他沒幾個人接機 這個真的是很離譜 不歡迎歷史罪人 馬娘娘又來騙我啦 他說暗獨又來要犯啦 我們的前總統受到這樣的屈辱 我們臺灣人民不難過嗎 誰招來的 他自己招來讓我們臺灣人民難過 我們看看 但是在國際上仍然很多挺臺灣的 突破中國外交打壓 我駐斐濟代表處 正名為中華民國臺灣 在今天三月二十八號 我要再讓大家看 藍軍拋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 這不錯耶 如果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 那也不錯啊 切割馬仿中 所以欸國民黨是想切割喔 但是呢幕後怎麼樣 九二共識他的一個亂戰 南寧憂侯友宜兩岸的論述脫軌 黨中央急發縮鐵來定調 馬英九總統八年主政期間的基本方針 推動海峽兩岸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物實基礎 至少在現階段馬出房的敏感時機 國民黨不會煽動兩岸論述 可是最重要的一點 如果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的話 那為什麼朱立倫要否認呢 朱立倫否認這個論述 所以智慎 怎麼來看馬英九去 中國網友的這些酸言酸語 跟所謂的九二共識就是中華民國 國民黨竟然否認 說沒有這個論述 這怎麼一回事 是 第一個 我們還是他會談一下馬英九的 這是今天的行程 不管是中山林或下午的這個 所謂的歷史博物館的行程 其實馬英九自己沾沾自喜 我說你看我寫了一個百十二 雖然大家不知道百十二 到底是在講什麼東西 什麼叫百十二 對啊 他自己知道 就這個圖上面 他的圖上面一百一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那你民國也不敢寫 寫個百十二 到底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就是這種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又想自己證明 自己好像好像很有概念的樣子 你有本事你就直接的講 那所以其實其實基本上來看說 你看到說馬英九在今天 葉林的一個狀況 第一個他用的名字 他祭拜他就祭拜國父孫中山先生 他既然認為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結果他葉林那個獻花 是用中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 想一想他當總統的時候 我常常在比較說 今天比較說你這個 在他總統任在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那時候陸委會主委王玉琦 第一次以這個臺灣的官方身份去 一樣是獻花 上面寫的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至少還有個官賢 官賢就寫上去 也沒在管理中國官賢就寫上去 然後那個紀文念完 最後也是大陸主任委員 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王玉琦 人家官賢就敢講 他的小弟比他有幹 對二零一四年的時候的馬英九總統 你看你的小弟是這樣 你去大陸的時候 王玉琦去大陸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安排的 是這樣子的關係 我在中國一樣講 我是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結果你是前中華民國 臺灣的總統 你連這個東西都不敢表達 在中山林面前 在國父面前 你都不敢講 那你還算個什麼樣的前緣 第一個 第二個我還是要講 下午去的行程是什麼 下午去的行程是之前 這個中華民國在南京的總統府 現在就被中國拿來改造成為 是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五四九年 中華民國歷史博物館 歷史了 對 那 怕死了 再見 一言鬼 一九四年又滅亡了 已經是滅亡了 朝代 對啊 你去看那個什麼 你贊同這個 他為什麼不大聲講 中華民國存在 其實你在那邊你可以講說 對 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 很 不好意思 被共產黨打敗了到臺灣 但是中華民國的主權 依然存在臺灣 你在那裡可以講 你在那邊可以反駁說 我不是歷史 他敢講嗎 我們都看到沒有 沒有任何講話 他可能只有點頭真是 這個歷史好 一九一二 對啊 這個歷史好 我們的確有中華民國 你看 有 有 有 已經是過去式 已經死亡了 已經 已經死亡 他可能 他 你可以在那個場合 大聲地講出來說 沒有錯 一九四九年 中華民國到臺灣來了 主權國家依然屹立不佳在臺灣 你也不敢說 你有很多場合 你可以表達你的立場 沒有講 這是馬英九 所以為什麼說你藍營 我覺得昨天會拋出 那個九二共識 是中華民國 那個說法 一部分 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藍營裡面一定有些人 擔心什麼 擔心馬英九到了中國之後 突然間嗨起來了 大喊這個一個中國九二共識 這樣子的說法 結果你把藍營整個二零二四 就是本來的這個這個兩岸政策基調全部打亂 所以先有那樣的說法拋出來 拋出來之後 就就就九二共識 中華民國先壓一壓馬英九 然後最後再出來否認 說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你會看藍營裡面 對九二共識 甚至對於馬英九 未來會不會主導兩岸論述 其實是戒慎恐懼 是非常害怕的 所以怎麼來看呢 馬英九這一趟 就是無限矮化之旅 十二天的矮化之行 我先這樣講 就是現在有很多國民黨朋友 很high 說馬英九 前總統講出了中華民國講的前總統 我先跟他講 他這前總統跟中華民國 是兩個不同脈絡的段落所講的 我給大家回 回 回顧一下 他中華民國的講法 是把中華民國當成歷史講 他怎麼講 國父孫中央先生 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 終結中國四千多年的君主專政 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 這歷史課本嘛 所以中華民國的部分 他把當歷史講 這是前總統 好 他在他整個致詞提到前總統三個字 雖然不是中華民國前總統 但我覺得不錯嘛 對不對 他講出了前總統三個字 但是新華社怎麼報馬英九 給大家看好不好 有圖有真相 馬英九率團抵達大陸 馬英九 我說真的 我連叫徐國勇大哥 都不會叫徐國勇三個字了 你叫馬英九 叫馬英九 連先生都沒了 所以好 如果國民黨覺得說 馬總統有講中 馬總統有講中華民國 這樣就很high 我也認了啦